大家好,现在是2024年4月27日下午2点半左右 早上的视频说到一半了 因为我的手乱按,按到结束纽 结果就停止了 所以现在继续 那我想到补充说明 我上上一个视频 上上一个视频的主题 就是黄国昌、徐巧新跟火星人的关系 我提到秦始皇其实是火星人的后裔 从埃及移民过来 当年火星人首先降落地球的地点 就是在印度洋 已经沉没的一个陆地 现在只露出斯里兰卡 还有马达加斯加岛 那你们想想看 这个秦始皇 是不是历史记载说他们叫银杏 那个银就写起来很像是输银的银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印度洋 印度洋的印跟银 银杏那个银 秦始皇他们的银杏 银有点一样 印度洋的印跟银杏的银 银差不多一样嘛 所以这也有可能是有关系的 然后这个埃及的移民 来到中国大陆以后 曾经建立一个小国叫做烟 烟水的烟啊 烟水的烟 是不是有可能是在纪念他们以前 80万年前登陆地球的时候 那块陆地被大水淹没 所以他们的国家的名字 才会用烟水的烟 那此外啊 我也说 这个埃及金字塔 其实是一种改善空气 二氧化碳溶度的一种设备 当然还有其他的设备 还有其他的功用 有科学家说金字塔会花电 金字塔可以花色电波 但是还没有人说到 金字塔可以改善空气的成分的浓度 只有那个火星南海 曾经说 人面是生象 耳朵后面有一个开关 如果启动那个开关 就会改变世界的气候 火星南海说的这句话 很有意思 人面是生象耳朵 常有一个机关 你找到机关 把它按下去 它就会改变全世界的气候 这也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嘛 改变世界的气候是什么意思 就是改变空气的浓度啊 那有可能就是二氧化碳就会增加嘛 那我们现在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一直在减少二氧化碳增加 说二氧化碳会使 这个温室效应 这又是另外一个传说 就是说 蜥蜴人跟火星人 其实在地球上 是在战争啊 因为说 蜥蜴人是最原始的地球人 那火星人来到地球 当然就要跟蜥蜴人打仗嘛 那蜥蜴人知道说 火星人是要 呼吸二氧化碳 所以蜥蜴人 当然就不希望地球的二氧化碳容度增加 而 现在不是网路上 你都会看到很多视频说 美国很多政治人物或者明星 其实都是蜥蜴人 这个卫装的 他们可以变换外表形态 然后你在 这个YouTube的视频上面 你会看到 有一些记者啊 拍摄的录影带 会发现说 美国的政治人物啊 也就是对社会国家有影响力的人 或者是大明星 他们有时候眼睛啊 会变成像蜥蜴那种 一条线的眼睛 被人家拍摄到了 那这个美国的政治圈有蜥蜴人 所以美国人 他们就一直啊 这些卫装的蜥蜴人 他是不是就呼吁大家要减碳 就是不要让地球的蜥蜴化碳增加 那其实也有一些人在怀疑 说现在的所谓温室效应 蜥蜴化碳增加 使得现在气候变得这么糟 其实这些都是谎言 说真相根本不是这样 其实他们主要目的就是蜥蜴人 为了不让火星人呢 活在这个地球上 所以他们就是要把空气中的蜥蜴化碳 减少再减少 这样火星人 火星人在地球上就活不下去了 那你们想想看嘛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陵墓 有谁的陵墓是做成金字塔的 只有一个耶 就是秦始皇啊 你看 当然我画的不大准啊 但是你们现在Google 你去查秦始皇陵 就是金字塔的样子啊 虽然上面那个尖尖的部分 已经被产平了 因为本来是像金字塔那样啊 但是顶端那个尖尖的部分就被产平了嘛 因为风吹日晒啊 还有那个当地的老百姓要盖房子啊 也会去那边挖土啊 所以上面是现在是变平的 就跟现在现在埃及的金字塔有一些金字塔顶端也是变平了 但是主体架构你看得出来是金字塔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为什么秦始皇的陵墓是造成金字塔 而且这个除了秦始皇陵是金字塔以外 秦朝的那些皇族的魂墓也都是金字塔啊 这个秦始皇陵最 他的金字塔最大 但是他周遭 周遭换围内还有 比较小的金字塔的魂墓啊 就是 历朝历代秦始皇 皇族的魂墓 他们都做成金字塔的样子 跟埃及一样啊 但你看哦 只有秦朝是这样啊 然后往后的 汉啦 三国啦 魏建南北朝水塘宋元明 所有历朝历代的魂墓都没有 没有人做成金字塔 就只有秦朝 秦国的魂墓是金字塔 你们不会觉得奇怪吗 怎么会 中国跟埃及离那么远 结果中国 皇帝的魂墓竟然跟埃及的一样 对不对 哦 所以这个这个也印证啦 秦始皇 可能就是 火星人的后代啊 而且秦始皇现在还活着 就真的是 被霍金博士发现了 霍金博士说秦始皇根本没有死 他就在那个金字塔底下 在那边还活着啊 因为 传说啊 他们这种火星人就是 到了二十几岁以后 容貌就会一直保持二十几岁 而且 寿命可以很长啊 只要他们的呼吸系统 正确的话 他们就可以一直 长生不老 近似于啦 当然也会老的 只是老化的很慢 那再来 接下来我早上 还没有讲完的 就是后来 台湾军啊 首先是仲藤支队嘛 再来就是坡田支队 哦 再来 再来就是什么 饭田 饭田支队 哦 因为那个坡 坡城呢 少将已经升官 成为中将 那就 又调来 一位叫饭田的 后面有名字啦 饭田是他的姓 哦 饭田祥义郎的样子 这个少将呢 就当台湾军的 台湾军的这个指挥官 然后被 被从第十一集团军 也就是旅军 哦 调离开 台湾军呢 加入什么 加入第五军团 的序列 由安藤立即指挥啊 那安藤立即呢 把台湾军 哦 驻扎在 广东佛山啊 驻扎在广东佛山 也就是电影 夜问 夜问那个佛山 然后电影里面 夜问是不是跟日本军官 在那边打 然后说那个 日本军官啊 很残忍 打死了 很多中国的武师 哦 其实啊 这个 电影中的日本军官 其实就是台湾军呢 不可思议吧 那个佛山 你从那个时间 你给他查 原来那个 当时 夜问在 广东佛山 那段期间 驻扎在那里的军队 就是台湾军 饭田支队啊 而饭田支队里面 到底有没有 像电影演的那个 日本军官 那样的武功高手 哦 啊 我也 我也 有去查时间表 就是 电影中那位 日本军官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啊 但以前我有查过 历史资料 他在那段时间 其实 其实是不可能出现在 广东佛山的 哦 电影 夜问 那位日本军官 他本来是在东北当 东北 也就是满洲国啊 满洲国的情报局局长啊 他是在抓汉奸 那他是在抓 抓 抓中国人的 他是 类似于台湾以前那个警种啊 就是维持治安的 情报局 FBI 或者 俄国KGB 情报局局长啊 他一直都是留在 他一直 都在 东北满洲国 那后来中日战争爆发了之后 他就 他有加入军队去打仗 但是 战争开始没多久 他就受重伤了 因为 那个日本军官很冲啊 他都冲在前面 结果就被枪打伤 而 他在养伤的 期间 其实就是电影 月问 那段 那段期间 这样就 他就不可能 出现在广东佛山啊 所以那个电影 月问 那个跟月问 在对打的 那个日本军官 其实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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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啊 那个人 当时是在 医院里面 躺着 在养病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 跟月问对打 那跟月问对打的人是谁 功夫 有功夫这么好的 能够 最后把 把月问 下到 逃出佛山 月问后来是逃到香港了 因为 因为 根本 打不赢 日本军队里面的那些武功高手 为什么 因为日本军队里面的武功高手就是来自台湾的云林啊 云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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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云林有那么多武功高手 云林有一个地方名字叫义和村 这样大家就知道了吧 义和村 也就是清朝末年义和团 那个义和团的义和 那为什么云林有一个地名叫义和呢 原来啊 就是清朝末年义和团 是不是打洋人杀洋人 结果引花八国联军嘛 那这个八国年军打胜仗了之后 清廷就开始要谢罪啊 要怎么向洋人谢罪 就是把义和团抓起来砍头啊 让这个洋人能够弃消啊 所以当时义和团就开始开始大逃亡 所以那些义和团啊 所谓刀枪不入京中罩 铁布山 清宫啊 各种工夫高手 都逃来哪里 都逃来台湾啊 然后住在哪里 他们当然不可能住在台南府城嘛 不可能 台南府城 那个时候是大城市啊 你在大城市 这些义和团是太明显了 这个外国人马上就可以 可能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义和团 所以他们就躲到很乡下的云林 躲在云林的乡村里面 结果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云林会成为台湾武术的武术之乡啊 你看那个西罗七坎有没有 云林西罗七坎 阿贤塞 阿善师 这个武功的传说 有什么高储拳 布基拳 清宫 清宫 金钟罩 铁布山 所有台湾武术的花园地就在云林啊 那云林那边的人也参加了日本军嘛 他们就是武功高手 然后他们就跟不晓得到底是谁啦 跟岳问打 这只是我推测的啦 台湾的一位武功高手出来跟岳问对打 岳问被打到这样 打到这样迷迷迷迷啦 电影演的当然是假的啦 我要一个打十个 台湾一个武术高手出来跟岳问打 岳问等于就打到这样 就逃到香港去了啦 再来我们看 后来这个台湾军啊 驻扎在佛山又被调走了 因为要去攻打海南岛 结果海南岛在台湾军的攻击之下 竟然短短一个礼拜哦 七天啊就把那么大的海南岛给攻下来了 所以海南岛也是 也是台湾军攻下来的 当然啦 广东也是台湾军攻下来的啊 因为这个 为什么台湾军会驻扎在广东佛山 就是台湾军在打下武汉大会战之后 就被调离旅军嘛 然后编入安藤立即的第五军 就是要去攻打福建跟广东啊 那攻打福建广东 这个台湾军都有参加嘛 那攻下广东福建之后 又去攻打海南岛 台湾军也打赢了 才一个礼拜 就打下来了 那 还有 还有一个战役我没有写 就是昆仑山 昆仑山战役 台湾军也有参加哦 昆仑山战役 台湾军也有参加 跟啊 所谓 蒋介石的五大王牌之首 第五军 作战 所以台湾军也有跟 蒋介石的王牌中的王牌第五军 在昆仑山决战呢 昆仑山决战 当然是 不分胜负啦 但 这个 国军的历史资料上面是说 昆仑山战役的 这个是中华民国 产胜啦 产胜 日本就撤退了 其实主要 日本之所以撤退 主要原因就是 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这个台湾军就被 就被调 调离中国大陆啊 调离中国大陆要去打太平洋战争 后来啊台湾军就被 饭田支队呢 就去哪里 就去打越南 从越南开始打 一直打 越南被台湾军打下来了 然后 这个柬埔寨 高缅 辽国 缅甸 一直打到缅甸 然后 英国 英国被打败了 然后缅甸 被日本占领了 然后就准备要攻打印度 这个时候 蒋介石 号召 十万青年 十万军啊 十万青年 十万军 十万 十万青年军啊 就 就去救那个 英国啊 英国 那个时候是 本来是 占领了 统治了印度跟缅甸嘛 那 这十万青年 十万军呢 就去救 在缅甸被日军包围的 英国 英国人 英国军队 而这 这些日本军里面 就有台湾军的饭田支队 最后啊 十万青年 十万军 十万哦 最后只剩下 几千个人而已 就只有剩下杜玉民 杜玉民就往那个黑森林 黑森林逃窜 然后从黑森林 逃回中国 剩下 剩下 差不多三千人而已 然后还有这个孙利人 也是几千 只剩下几千人逃入印度 也就是 差不多九万五千人都死在这个 台湾军跟其他日本军的攻击之下 惨败啊 惨败啊 中华民国军队惨败啊 讲到这里全部都没有共产党啊 都没有共军啊 都是中华民国的军队在跟台湾军打哦 共产党都没有 共产党的军队那个时候在哪里 在延安窑东里面 吃香喝辣 每天喝洋酒 喝洋肉 因为联合国送来给中国 说要救济中国老百姓 战争的老百姓 联合国那个人道组织啊 有送那个救济物资来 全部都被中共给 接收 中共把联合国送来的救济物资 全部运到哪里 全部运到延安啊 窑洞那里 所以毛泽东那个时候 带着他的共军呢 在那边吃喝玩乐玩女人 每天都在玩女人呢 因为他们都骗那个全国的那些大学生啊 说你们如果不想打仗的 你们爱国就来延安 那些傻乎乎的女大学生 就真的跑去延安 只要你到延安就怎样 共军马上把这些女大学生脱光衣服 扒他裤子 强行监污啊 所以在那边 共军真的很快乐 八年抗战期间 共军真的爽得不得了啊 每天玩女人 喝酒喝到挂 每天都是吃联合国送来的那些 三珍海味啊 尤其是他们最喜欢吃那个美国人 送来的罐头 还有那个奶油 牛奶 吃得饱饱的 八年 八年对日抗战 把那个共军养肥了 从本来只剩 毛泽东 当年两万五千公里长征啊 也就是两万五千公里大逃 大逃亡 跑到延安的时候 他的兵力只剩下一万不到啊 一万不到 结果八年抗战下来 他的军队变成一百二十万啊 从一万变一百二十万 那 那这个 说到这里啊 十万军 十万军在南洋蚕死啊 里面完全没有共军啊 还有 之前提到的松户大会战 那个也都没有共军 全部都没有啊 再来台湾军就被调到南洋嘛 打太平洋战争嘛 那台湾军就这样被 在南洋就完蛋了 因为你现在 是跟美国 美国人作战 很多台湾人就是死在南洋 台湾军不是死在 不是死在中国的战场 大部分都是死在 太平洋战役啊 那话说回来 这个八百壮士 也跟台湾军有关耶 八百壮士是不是在四行仓库跟日本军对战 最后呢 在 在各国的压力之下 日本军就答应让 八百壮士其实只有四百多位啦 但是对外宣称有八百个 其实只有四百五十个左右 在各国的压力之下 日本 日本答应 不打四行仓库了 让八百壮士从四海仓库撤退 但是能不能撤退到大后方 老蒋那边不行不准 只能撤退到 这个英国领事区啊 那华国领事区啊 只能 就是阳忍在中国的租界地 所以这个 当时好像是退入 华国领事区的样子 那后来 后来 八百壮士本来以为说 他们在华国领事区 就安全了嘛 没想到后来日本 有没有像美国还有英国法国 都向他们宣战啊 结果日本 日本军就攻入领事区 法国领事区 八百壮士就被日本军葫虏了 而八百壮士被日本军葫虏 因为在四行仓库 打死太多日本兵 所以日本人都虐待这个八百壮士啊 那八百壮士幸存者回忆啊 他说 当时虐待我们最最严厉 最严格的 最最没有人道的就是台湾兵啊 台湾人啊 台湾人当时 有一个 有几个啊 对八百壮士特别残忍 那八百壮士当时也有问这些 你们跟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你们为什么要虐待我们呢 然后那个台湾兵说 谁跟你们是中国人啊 我们是日本人 你们看到公园那个挂着招牌 中国人与狗不准进入 但是我们台湾人能不能进入 可以耶 就有就曾经有发生过 这个公园啊都挂那个招牌 中国人与狗不准进入啦 然后有一天 有一个台湾人 就走进去 本来有人误会啊 说 哎 中国人不准进来啊 你怎么敢进来 日本人就准备要打那个台湾人 结果那个台湾人就用日本话 他开口讲话了 他讲日本话说 你错啦 我是在台湾的日本人 虽然我长得像中国人 但我是日本人 也就这样没事耶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历史 就是要让你知道说 这些历史 外省人到现在都还记得耶 你知道那个八百壮士 被那个台湾兵虐待 打得不成人形 台湾兵那时候很嚣张 谁跟你是中国人啊 我们是日本人 打得都受伤啦 受伤 日本兵也不给他们药 不给他们医药治疗 也不给他 给那个反抗的八百壮士饭吃 但是有一个台湾人 他是当医官啊 他是当军医 这个人八百壮士 在回忆录里面就说 他们很怀念这个医生 因为这个台湾人 台湾人的军医呢 他都会偷偷的 偷偷的来被这些虐待 被打伤的八百壮士 给他们服药 送饭给他们吃 所以八百壮士就这样 在这个台湾人的医官的 治疗之下跟保护之下呢 他们就活下来了 哇糟糕了 后来二二八 后来台湾是不是被外省人给占领了 二二八大屠杀的时候 那个八百壮士啊 就跑到高雄 就是要追杀那个当年在 在那个化国朱介地 虐待他们的那两个 那两个台湾兵啊 真的被八百壮士幸存者找到了 然后这个回忆录说 他们找到 找到那个当年虐待他们的台湾兵呢 就直接啊在 在高雄的马路上啊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那个 打到那个台湾人呢 打到死为止啊 他们只是这样打 不懈恨的 大卸八块 分尸啊 剁成肉酱啊 那两个 特别对他们特别 残忍的台湾兵 一一被找到 都被打死 被分尸啊 这碎丝万段啊 这是补充的啦 所以 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些历史 就是要让台湾人知道 你 你以为说 大家生活这么久了 应该以前的恩怨都会忘记 但有人就是不忘记啊 他们到现在都记得 你看当年八百壮士 二二八追杀仇人 这不是我瞎掰的啊 这是 这是真的啊 那个谁啊 有一个女作者 有一个女作者 有写一个什么 1945大逃亡 他里面就有写到这一段啊 八百壮士护仇记啊 二二八大屠杀的时候 八百壮士追杀 他那个当年虐待他们的台湾兵啊 那个女作者叫什么 我忘记了 但那本书好像叫做 1945大逃亡 那1949大逃亡 你们可以去找那本书来看啊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 马英九这种八星啊 到现在对台湾人恨得牙痒痒的 他们没有忘记啊 他们没有忘记以前被台湾 台湾兵虐待 杀害的那种历史啊 他们没有忘记 他们到现在认为 中日战争还在继续耶 那话说回来啦 中共 共军从来就没有跟台湾军打过仗啊 我现在就问那个共产党共军 你们是想试试看你 当年国民党的军队试过了啦 惨败啦 惨败 那现在共产党军队你要试试看你啦 当年我最看不起中共的地方就是什么 当年八年中日战争 国民党军队打的打的那么惨哦 那共军躲在那个窑洞里面玩女人吃喝玩乐 八年那养的肥肥胖胖的 然后就轻轻松松的就把中国大陆整个 江山拿走 现在一直在欺负看不起台湾人 不然就来打发麦啊 不然共产党的军队不然你就来打发麦啊 来跟台湾军打发麦啊 你看你如果共军如果跟台湾军打仗 会不会跟那个像当年那个 松户大会战武汉大会战马当仗役 十万青年十万军那个时候一样 哎台湾台湾冰会会吃人呢 妈抗头抗民啊 共产党军队你们就不要打败 你们如果打败我们台湾冰直接把你在战场上 把烤肉烤来吃啊 台湾人是会吃人的啊 妈抗头抗民啊 我没有讲的就是 当年众藤支队啊 奉令不准进入南京城里面大屠杀 结果众藤支队在哪里大屠杀 就在那个南京城城外啊 到处杀人啊 而且杀的比那个南京城内更可怕 你看那个日本兵的回忆录啊 当时的台湾冰是怎么在南京城外那些 乡村杀人的就是有有一个很特殊的 很特殊的杀法就是把人的头啊 用武士刀 只削头顶哦 削下去那个脑啊 头壳被削掉 然后那个脑露出来 台湾冰就这样 把那个脑掏出来吃啊 哎这是日本兵回忆录 台湾冰日本兵回忆录上面写的 哦啊灵感来自哪里 因为台湾原住民当年吃那个台湾米吼 都是这样吃的啊 他们台湾原住民的高沙兵 把那个中国人当台湾米吼吃啊 这个我我之前没有讲 我现在讲出来了哦 哦啊共军你敢吗 你真的敢跟台湾兵打吗 我来的来的 来啊来啊 台湾兵台湾兵在这边等你啦 等着吃人肉啦来啊 谢谢收看 哦哎那本台湾兵回忆录 我真的不敢看 这太残忍了 真的比南京大屠杀里面还要残忍啊 哦听说那个时候 南京城内杀了30万的中国军民 但是你如果把那个南京城外的大屠杀再加进去 哎南京城外被杀的更多哎 听说80万高达80万啊 比南京城内多了好几倍 哦因为不爽啊 台湾军中腾支队不爽啊 所以我们不能进去里面 南京城这个光荣啊 帝国的光荣我们没有拿到 哎就像发疯一样 到处 把南京城周围的那些城市都杀光啊 人都杀光啊 而且那个吃脑 吃人脑啦 哦要我说几遍哦 我我们不敢说这太恐怖了 啊再见